再来国际焦点 我们先来看到 深渊巴勒斯坦的全美大学学运 包含了哥伦比亚大学扎营集会 仍然在上演 美国众议院院长强声 24号前往的校园 向抗议的学生喊话 表示必须要在事情恶化之前 制止乱象 避免犹太学生受到威胁 他还说会在合理的时机点 出动国民兵 结果一讲完 台下马上虚声四起 大喊强声 你烂透了 他真的真的没来过来 我们不想有些人 他们真的不懂 什么是发生 然后就来来来 来来来 我这就是非常 非常有意义的 免费的秘密 这些学生的学生 不是状态 他们没有做任何状态 他们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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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害怕 或是害怕 是 他们帮助 NYPD到我们的校园 他们像他 帐森表示这一项集会运动 造成了不少犹太学生感到害怕 甚至有学生是被挺发同学给欺负 校园的环境变成十分不友善 但是抗议学生持不同的意见 认为他们的示威运动是十分的和平 也没有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双方各执一词 不过这项学运目前已经扩大到全美 包含了德州大学以及南加大 都有学生陆续响应 所以在这样子挺拔学运持续延烧之下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首度对美国挺拔学运做出了评论 他斥责抗议活动是极其恐怖 而且必须要被制止 同时也指出了这些挺拔活动 将犹太人在校园贴标签 威胁犹太学生跟教师的安全 让他想起在二次世界大战前 犹太人在德国校园里的雷同遭遇 在美国的学校园里的大战中 是凶狠的 反正中的狐狸 已经拔过了领导的学校 他们叫做依赖的依赖 他们攻击了俄学生 他们攻击了俄学生 这就是在1930年代的 他才批评哥伦比亚大学的挺发学运变调 威胁了犹太教师跟学生的安全而出手整治 如今纳坦雅胡更是公开的说 示威者是反犹暴徒 恐怕会加剧学运引发的分歧态势升温 而共和党也藉此来批评民主党以及校方 未能保护犹太学生的安全 甚至有犹太籍的教授的词卡被削辞 因为安全因素被校方拒于门外 然而挺发学运的主要诉求 是呼吁美国政府要停止军援以色列 学生也要求校方从军火商企业撤资 但是这样的举动也引发了 常年资助校方的犹太金主门部门 再来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金布林肯 在24号抵达了上海 展开围棋三天的访中行程 布林肯在社群平台X上传了一段 在上海外滩录制的影片 背景可以看到霓虹灯闪烁的东方明珠 他表示与中方面面对面的交流 非常的重要 希望自己在上海和北京的会晤 会有成效 布林肯上海的行程非常的紧凑 在美国大使伯恩斯的陪同之下 他参观了上海的预言老街 品尝了著名的南響小笼包 还观看了中国CBA直栏上海对浙江的季后赛 布林肯在上海期间将与商界领袖会面 还会跟当地的学生交流 那25号他会抵达北京与外长王毅会谈 而香港媒体指出了布林肯可能会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为美国总统拜登仿中铺路